各位朋友大家好 古老尔经典的绳结技巧 承载了多少古人的智慧结晶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十种生活中最为常用的绳结技巧 无论是吊物拖车还是定点锁装 都尤为使用 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这是一个单套撑银结 它被称为绳结之王 最后一步我们讲绳头双折叠 穿过这个绳儿 记住 所有的双折叠 都是为了我们在解绳时好解 接下来收紧住绳 这个绳结就完成了 你要想在拖车或者是吊物时 都可以用这个绳结 它非常牢靠 做法简单 想解绳时拽下绳头 瞬间开解 第二种是一个快速收紧仪 当你需要拖车吊物定点锁装 怕绳子不牢靠 不稳当时 咱们可以用这个绳结 做法极为简单 将绳头从这里窜过 之后我们向后拉伸 它在受力时能瞬间的抱紧柱体 牢靠 不松动 不缓间 非常的实用 第三种 是一款单套收紧结 适合在柱体上固定绳索 主绳 双折叠压在副绳之上 副绳围绕绳尔一周 不要过紧 然后左手拎绳尔 右手拿绳头 绳头双折叠 窜过绳尔 收紧主绳 这个单套收紧结就完成了 它在受力时能瞬间牢牢的抱紧柱体 不会松动 不会管结 不论是方形柱体还是圆形柱体都可以 非受力的情况下 一拉绳头 瞬间开解 第四种 木铜结 做法简单 受力牢固 适合高空向下传递物体 或在木桩上定点锁装 都非常实用 收紧组绳 它已完成 受力之后牢固 几绳时描紧 第五种 麻肥锁 又称之为练码扣 它是一个最为实用广泛的绳结 将绳头双折叠 穿过绳尔 收紧组绳 这个绳结 它在受力时 捡肉 那个 虾 稍待 出自 小 又被称之为猪蹄扣 第八种 手铐结又被称之为魔素结 顺时针形成两个圆 交叉窜过 向外拉伸 带有两个绳儿 对象的绳头窜过对象的绳儿 看似错乱不堪的一堆绳子 一拉即开 一起见证奇迹 第九种 窜铺结的简易做法 两根绳头搭接放置 围绕彼此缠绕 缠绕完之后 我们将中间撑开 下端那个绳环向上从中间点都推进 然后我们拉紧两端那个绳头 窜勾结就完成了 户外晾衣绳上咱们多打几个这样的窜勾结 它可以有效防止风大将衣服刮落 非常非常的实用 做什么 做铺结扈的 就是 你就